Den Sir,你知道香港有很多地方 都是填海填回來嗎 當然知道 其實香港有很多地方都是填海填回來 就像我們現在身處的長沙灣 都是填海填回來的 以前其實是一個長型的沙灘 所以稱為長沙灣 沒錯,你說的長型的沙灘 就是位於現在的元州村 以及在我們身邊的長沙灣站的位置 當時填完海才會有土地 建均營、工廠和住宅 對,在那個年代 海上還有一些水上來屋,是被人居住的 Den Sir,來到公園 我就想起我小時候 包括很多小朋友都會拿著氫氣球 然後一邊走一邊玩 他輕飄飄地牽著繩子 就可以跟著走 不過現在好像沒怎麼看見 小朋友拿著氫氣球 當然,小朋友一放手的時候 氫氣球就飛走了 也會帶來一些安全的問題 如果氫氣球卡住了電纜 那就很危險了 現在你有錢也未必能買到氫氣球 因為氫氣越來越貴 Stan Sir 我剛才看到後面的模型 相當有趣 而且好像我的夢想房 我看到外面有很多窗 然後整個感覺就是一個綠化環境 對,這個模型的主題是如何運用綠色的能源 你看看,有甚麼地方先用了 多窗,可以減少用燈 然後還有太陽能板 就可以減少用其他額外的電力 然後外面有植物的草坯 看到它的車 也有很多寫著H2的東西 其實H2是甚麼意思 就是我們所說的氫能 或者我們稱為陸氫 其實甚麼是陸氫呢 氫是可以用來燃燒的物料 都可以作為一個產生電力的能源 而陸氫的製作是用水 將它電解 將它變成氫和氧 利用了氫來產生電力 整個裝置 剛才你說了建築的部分 沒錯,它是用了太陽能 太陽能主要是供電 讓整個屋或大廈去用 而外面用了草皮或綠化植物 可以幫整個大廈降溫 變成你開冷氣的機會會怎樣 減少了 其實在這個城市的建築背後 還收集了一些 平日你每天都會充斥的有機物 如果你要看的話 可以看到它下面 其實已經有這些裝置 那幾個裝置有些會存放一些有機物 有些可以存放一些垃圾 甚至有些可以存放在廚餘 透過這些裝置 就會產生生生物的燃料 即是轉化成為這個能量 對,你會看到它們的模型 將裝置全部存放在綠色的箱上 就是一些生物氣體 可以燃燒 甚至將它變成生物柴油 可以提供給車用 如果燃燒這些生物氣體或生物柴油 有甚麼好處 當然可以撤散很多能源 起碼你不用再加油 或者用很多排放肺氣 沒錯,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柴油燃燒 會產生很多二氧化碳 或者其他有害物質 變成會汙染我們的環境 如果用這些生物柴油 裡面的碳含量比較少 燃燒的情況下 就會產生少了的二氧化碳 對整個環境都會好很多 例如我們在快餐店 經常會炸雞腿 那些食用油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拿去倒 一方面就是汙染環境 如果收集後 加上甲醇再提煉 就會變成生物柴油 現在在市面上 例如機場的運輸系統 都會用到生物柴油 有些大型公司 他們的車隊都會用到生物柴油 目的只是一樣 減低碳排放 即是要保護環境 讓全球暖化不要那麼嚴重 剛才說完生物的燃料後 我們可以介紹這裡的H2 H2會透過這邊 引入海水 來到這個裝置進行電解 一邊會製造氫氣 一邊會製造氧氣 後面有兩個儲存著氫氣和氧氣的箱 將它儲存起來 那些氫氣可以提供給車輛 我們有一些叫氫電池 那些氫電池 就是透過氫的還原反應 它會配合這個氧氣 兩個一合起來 就會產生一個反應 就會產生電 而它排出來的話 平時我們的車排放就是二氧化碳 如果用了氫能源的車排放 你說要排出甚麼東西 如果電池的話,應該就沒有廢氣 對,它將氫和氧化合在一起 變成我們平時可以這樣用的 水? 對 排放只是排水 排出水的話,最多都是熱的水 對整個環境來說 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所以令氫化碳排放 也可以大大減低 不過用氫能源的話 有一個危險 是 它的危險就是會爆 即是容易爆 對,如果爆的話 它的危險就會增加 所以你會看到同學想到這方面 下面有一個藍色的裝置 那個裝置可以辨識到 是否有漏氣的氫氣 甚至這些生物茶油會否流氣 因為漏氣的話 可能有些很簡單的火花產生 就會爆炸 那個裝置就是監察是否有漏氣 即是等同大家去遊站 日遊時也不能點火的道理一樣 對,而且你看到大型飛機、輪船等等 都想嘗試希望將來的城市 果用這種氫能源 究竟鹿和氫有甚麼不同 其實所謂的鹿氫 就是透過綠色能源去製造出來的氫氣 我們稱之為鹿氫 因為我們是用水 將它透過電的過程產生氫氣 所以那些氫氣我們稱之為鹿氫 譬如有些人想製造氫氣 其實你可以透過化石能源 來產生的話 那種就叫藍氫 如果可能透過天然氣 去製造出來的氫氣 那些我們稱之為灰氫 所以以這麼多種氫氣而言 鹿氫是最環保的 原來氫氣也分為藍氫、鹿氫、灰氫 再加上透過製造鹿氫 當中沒有涉及到任何碳 所以不會有那麼多碳排放 可能有機會用一些化石燃料 或者用一些天然氣製造氫氣 也可能會有一些CO2 即是二氧化碳產生 其實也會製造了很多碳排放 明白了 我看到那邊好像有風扇 到底是甚麼 其實這不是風扇 我倒轉給你看看 這個模型的位置是海洋裡 下面放了類似螺旋掌的物體 後面接駁了一些發電機 其實這裡是在幻想的海 在流動的水走過 有些潮植也會導致這些線葉動來動去 其實這是海水和潮植能的裝置 而上面這個也是 透過海水在上面擺動時 就會產生電力 電力產生後 就會供應給後面的陸地所需 所以這些都是同學想出來的 至於前面的管 藍色的管 就是在這裡抽取海水 去製造氫和氧 這個完全是一個環保的小城市 小市鎮 對,所以當時同學用這個構思 他們的模型也會獲得獎項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同學的設計 因為這些設計 可能有機會成為將來 我們正在使用的 實際使用的一些可再生能源 其實我們生活中可以實踐的機率 其實有多大 如果我只說綠氫的話 實際上已經在使用 例如日本已經有一些車子 進水,然後透過電解 將來分為氫氣和氧氣 再透過還原動作來產生電 這些已經出現了利用綠氫的裝置 而且透過這件事 世界各地也覺得這種能源 是比較可行 以及減低碳排放 亦有很多國家都在研究 至於生物柴油 其實我們現在也有醫院、機場 都已經在使用這些生物柴油發電機 可以運用一些生物柴油來產生電 令碳排放又可以減低 至於你會看到這些潮植能 其實很多國家 你看到它下面 在海裡都安裝了這些裝置 透過每天的潮水漲、潮水退 水流的流向會產生電 所以其實這個模型 亦有機會成為將來的現實版 我們也相當期待 因為環境的污染 大家也有責任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護環境 令地球可以刺激下去 走開 飛魚 海裡,採訪 海裡 labour 教授 海裡 採訪 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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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好奇 今時今日,香港11月也有30度 其實如果這樣下去 除了我們不太用穿長袖衣服 還有甚麼影響 影響就多了 你想想,這麼熱的話 冰又會怎樣 溶 溶冰,之後各海平面又會怎樣 上升 沿海的地方就首當其衝 現在有不少學生製造模型 都是關於未來的概念 我想問,我在後面 看到這麼大型的模型 我覺得很有趣 它好像有點像在海上 有一個城市 為何他們會想到 海上城市的概念 其實是有因由的 是 因為現在我們難不兩極的 冰不停地怎樣 正在溶 對,海岸線又會怎樣 升高 對,將來也有些島嶼或城市 有機會被海水淹沒了 對,人們經常說 關島隨時會倒進去 對,所以同學就在構思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將來會否在海上 有些飄浮島 因為整個地球有七成是水 海洋占了七成 陸地只有三成 南北極的冰溶得更快 即是可能變成八成是水 兩成是陸地 所以要想想 未來究竟會否有這個 飄浮島的概念出現 到底這個飄浮島的概念又是怎樣 我看到有點像風能發電一樣 然後有些太陽能板 首先要一個城市運作的話 食物是很重要的 沒錯 對,你會看到上面有一個風力發電機 對,下面有些浮在水面的櫃板 或者一些浮桌 下面有些網 網上的海洋生物 上面最頂的那一層 其實就是… 反而是一個植物 對 就是種植物 就變成海洋的柔柔 這些就會在上面種植物 草皮下面其實就是一些享樂設施 例如你會看到有足球場 有哥爾夫球場 就是讓它們有玩樂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下面看到海底 依然有很多東西 我想問這些是甚麼 其實你會看到中間那些 好像齒輪狀那些是發電機 對,裡面可能是渦輪推動去轉動 因為其實鹽水是可以用來產生電 只要將兩種不同的金屬 透過鹽水導入電解質 其實可以再形成配合電腦 就會產生電 所以用海水是可以產生電力的 對,雖然可能不多 或者它可能有更多不同的金屬變化 其實就可以產生更多的能源 下面這個位置就是用海洋內的能源 那這些是甚麼 你看到它放了一些不同的物料 可能是放在海裡 裡面應該是抽走的海水 就用這些來做一些保存 可以保存一些食物 或者將來需要用一些礦物 下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海藻 都放在那裡 因為這些海藻 透過有陽光的情況下 就會進行甚麼 光合作 為了這個地方產生了氧氣 海底也需要生存、生活的話 就可能透過這些海藻 替它們做氧氣 儲蓄它的話 就可以提供在水底的城市 去用 這些也是 對,這應該是海藻裡面的發電裝置 海上的建成這件事 真的很天馬痕 其實有可能會實行得到嗎 有很多事情要解決 譬如我們真的要去來往海底的世界 他們也會想起如何用潛水艇去造 如果你真的用潛水艇 第一件要解決的是水底裡有一個水額 如果它過大的話 可能會有機會弄破一個瘡 他們會想一些比較小型 亦不需要那麼多乘客來往水底 我們在這裡也會有一個水上面 真的能飄浮到,它們做了一個出來 但用甚麼推動 就是太陽能推動 這個太陽能推動的人風島 最有趣的地方是太陽能板會朝著光 好像向日葵一樣 它可以跟著那裡有多陽光的地方 就會跟著它 它在這邊也會有人在裡面住 對,所以它在這裡也會想想 會否在上面種植或是玩樂 可能住在水底裡 你說在水底裡做一些商場 是否可行 其實也很可行 要解決氧氣和水壓的問題 氧氣提供 這些海藻可以提供氧氣 讓裡面的空間使用 不過水壓問題 亦是一個非常重大需要解決的東西 但我想問一下 其實海上建成的概念 好像離我們很遠 現實生活中是否真的無法實現 很簡單 如果要令海有陸地 可以變成城市地住 其實我們已經在做了 填海就是了 至於荷蘭 其實現在也在建一些漂浮屋 你知道荷蘭經常會面對甚麼 水災 所以當一個水災時 蓋在屋上可能會不在 所以就考慮一下 如果這間屋遇到水災 也可以浮在這裡 可以做一個漂浮屋 這裡真的要去見識一下 看看是怎樣的樣子 如果當這個世界上 陸地又少了的時候 變成這個海上建成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還有其他同學的作品 都是跟這個綠色能源有關 你有興趣想知道嗎 好 謝謝 Sam Sir 說不定香港之後 會推出港版的太空人 因為據我所知 美國有一個網購的企業家 他想直民去外太空 但其實這個構思 在1970年時已經有人提出了 對,其實同學們也嘗試 透過太空城市的設計 參考了奧尼爾的圓筒 做了兩個模型 我們的地球不停地自轉時 就會產生重力 令我們在地上可以走 其實奧尼爾的圓筒 也是透過自轉的動作 令它產生重力 讓它做一個內部有重力的城市 但裡面又如何發電 因為我看到這個桶裡 也好像有點光亮 主要就是在宇宙中 最重要是一種能源 太陽能 對,所以你看到外面 也包著一些太陽能電池 透過太陽能電池 為奧尼爾圓筒的構思 就是植民星 提供電 令它可以保持旋轉運動 產生重力 有了重力的話 種植物也會方便很多 那陽氣的問題如何解決 在我們的太空有太陽 即是有甚麼?陽光 在裡面基本上 有氧氣、泥土、種子 甚至我們用水間種植也可以 這樣就已經可以產生光合作用 有光合作用自然有植物 有植物自然有氧氣 它也放了很多不同的草皮 植物產生氧氣 Stan Sir,你覺得這件事可否可行 可否可行的話 真的要看圓通有多大 當然,這麼小的話 它只是一個模型 你看它裡面也放了很多不同的高樓大廈 所以旋轉的動力要很大 才可以推動到整個外太空城市去移動 如果現在只靠太陽能的電池 我覺得就未必足夠 再加上一些核能的話 可能會有不同 所以可能在外太空裡 不能夠完全使用了可再生能源 還有一件事 在這個星球裡 又不可以那麼容易用火來煮食 對嗎?有時候燃燒一些化學燃料 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如果二氧化碳變多了的話 那裡面如何可以這麼快 製造更多的氧氣 所以這個就要慢慢調節 再加上,既然有同學 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的構思 在我這邊的想法 有個地方是儲水 因為我們生存是用水 如果用化學物質的話 用兩種元素就可以合成 氧和氫加起來就可以變成水 所以在外太空裡 我們也要想辦法製造水 或者儲水才能令我們生存 另外也有醫院 因為有機會生病 所以在太空城市裡 也需要有醫院提供醫療服務 而在我這邊的城市 主要是用太陽能發電 也有些娛樂 例如保齡球、籃球 然後你會看到有草坯 對,他們也會希望這個城市 其實跟地球差不多 而且我比較關心的問題 就是當你在太空裡生活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沒有日與夜之分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會看到 例如在太空裡長期對著日光 或長期對著夜晚的情況下 他們需要娛樂 因為你沒有時間的觀念 所以要保持平衡的話 他們可能要不停地做運動 找娛樂給自己 或是要解決日照和夜晚的問題 可能會使用日照的裝置 例如早上6時至夜晚6時 他們會怎樣?會亮燈 到夜晚6時至翌朝6時的情況下 就會關燈 對,全世界都可以有正常的日照 懂得時間 懂得吃嗎 Samson,說起太空 就想起一個挺現實的話題 就是說這邊有幾區 也有劏房的問題 大家都會看到有些劏房 是劏了一個像太空窗 那麼窄的床位租給其他人 有記者放蛇見過一些 少於18方呎 高度低於3呎的太空窗 就像住在棺材一樣 其實長時間住在這麼狹窄的地方 對人體的心智和情緒有很大影響 甚至有一種疾病叫撹失恐懼症 就是說在一個黑暗窄小的環境下 會產生恐懼的感覺 不過前一陣子看新聞 看到政府說很想解決 這個太空窗和劏房問題 希望政府可以儘快取締 以及管制現在的情況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下集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